大家好,我是珍妮,一个正在学习中文的加拿大女孩 在今天的视频,我会形容在中国做外国人有什么样酷的事情 那第一点,可能这就要看你去哪里 但是很多中国城市没有那么多外国人 所以也许很多本地人会跟你聊天 那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去过的每一个城市 我有一个很特别跟本地人的经验 比如说我在城城,很多中学生 他们问我和我的朋友拍一个照片 然后跟我们聊天 或者在珠海和哈尔滨,我也跟本地人喝茶 然后也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们想去吃火锅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 所以一个本地人问我们 你们想去哪里呢? 我们说,啊,火锅 那它带我们去一个非常好吃的火锅 餐厅 对,所以第二点就是 如果你是外国人 那你可以很容易找到别人帮你 如果你迷路了,或者你不能说中文 如果你迷路了,那别人会帮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如果你不能说中文,然后听不懂 中国人会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可以跟你交流 他们也很耐心 还有如果你是外国人,可能你不全部了解中国文化 所以如果你做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那中国人会说,啊,OK,没关系 他是外国人 第三点就是你去买东西的时候 也许员工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你 可能是比较好 可能是比较不好 就是员工自己的意见 关于外国人 其实我去买东西很多次 员工会对待你很好 所以他们都对我很耐心 因为那时候我的中文非常不好 他们可以看到我尽力试着说中文 所以他们很耐心 很感谢他们 但是也有几次员工也会忽视我们 也没关系 第四点不只是关于外国人 但是我觉得中国是在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 因为你也可以去韩国,泰国,马来西亚 欧盟,欧盟,欧盟,欧盟 欧盟 新加坡,日本,俄罗斯 你可以去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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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很多外国人去中国旅行 所以他们不用只待在中国 他们可以去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国家 也可以经历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 对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OK 我觉得下次我去中国 我也想去韩国和新加坡 可能日本 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非常想去很多很多地方 哎呀 第五点对我来说是最有意思的 如果你长期留在中国 那你有中国文化的经历 然后你也有你自己的国家的文化的经历 所以你可以把这两个文化然后 怎么说 combine 结合 结合起来 你可以把这两个文化的知识结合起来 对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 或者跟别人合作 我觉得在你的未来 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因为你可以很容易的适应新的环境 所以从我开始学习中文到现在 我真的觉得我的性格和行为都改变了 对我觉得现在比以前我可以适应环境更容易 第六点就是关于工作 如果你是一个想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 那很多公司他们会特别云找外国人 对可能找工作没有那么多竞争力 因为我听说在中国找工作是一个非常难的事 yeah so that's it I think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点赞和关注我哟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